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,一名31岁的女性戴香少尉,在俄罗斯国民警卫队选美比赛中脱颖而出,当选国民警卫队对花。 据悉,该女子名为安娜赫拉姆索瓦,已婚。 有一个孩子,她隶属于拥有34万官兵的俄罗斯国民警卫队,这支队伍归普京直接指挥。 这次选美有一千多人参加,安娜能够战胜众多加力,足见其容貌出众。 不过,在谈到参赛的初衷时,安娜表示,她是为了打破军中对女性的性别歧视。 她说,长期以来,部队中都留行著关于金发女郎的笑话。 但是我不想理睬那些笑话。 安娜出生于叶卡杰林堡一个军事世家。 她的父亲在军警部门服役30年。 母亲也是穿制服的。 她为自己能够继承家族的光荣传统而自豪。 在加入国民警卫队之前,安娜在警察局任职,并且拥有法律学位。 在拍摄的一段宣传视讯中,安娜展示了自己的设计技巧。 她说,最重要的是拔枪时要冷静,然后瞄准,激发。 她和很多女生喜欢把指甲涂成和爱车一样的颜色不同。 安娜把指甲涂成黑色。 为的是匹配她黑色的配箱。 她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同事说, 她首先是国民警卫队的成员。 然后才是一个女人。 当然,只要不影响执行任务。 她可以化妆,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。 安娜最近经常在健身房锻炼。 她说自己正在准备参加比基尼大赛。 起初我不想参加,但同事和朋友最终说服了我。 俄罗斯国民警卫队正在端促军中女兵, 把她们的最美照片上传到网上。 展开一场摄影选美大赛。 共有57000名俄罗斯人参与了投票。 根据投票结果。 进入决赛的十几名选手的照片, 将被印刷成2020年的国民警卫队日历。 国民警卫队是俄罗斯政府的内部军事力量。 其主要使命是保护边界、掌控枪支、 打击恐怖主义、和有组织犯罪。 维持公共秩序和保护重要的国家设施。 这件事要你不在组织上了解, 自己立立了解析不错的、